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温度 湿度 这些都是属于自然环境 然后再也就是包括社会环境 社会环境 你比如说是在哪个城市还是农村这些 再也就是说你从事什么职业这些都是有影响的 再也就是自身的因素 你比如自身在身体的年龄 性别 还有种族 这些遗传因素 还有就是咱们自身体内的代气因素 你比如说同样的饮食 不同人可能得病的几率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这个情况就是咱们得肾结石的因素相对比较复杂 不能说某一个原因 某一个因素就能得肾结石 所以说病因相对来讲比较多 就是说这个成因就是多因素影响 不是说单一因素造成这个顺结石的形成 当然说有些特殊病例可能跟某一个因素有关 那个是另外一种情况 但是整体来讲 所以说这个顺结石因素也是比较复杂的 感谢观看 谢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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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